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李小師 現在歡迎來到我們的110年統測考前衝刺的第四集 那很多人問說 老師快考試到了 這個到底有幾集 一共有五集 如果你是數A跟數B的同學 這一集就是我們的最後一集 因為在下一集的第五集 我們會專門針對數C會考的部分 我們再來出一集 那馬上就會出 馬上就會出 敬請期待 好不好 來 一樣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章節 一樣我們在機率與統計的部分 其實這個東西數C是完全沒有考 但是數A跟數B都會考囉 OK 那尤其是數B的話 它會多了一個叫做常態分布 那數A的部分就沒有常態分布 那他們都在第四側的第二張跟第三張 好 那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本來可能應該這個章節的問題啦 所以他把這個猜成機率 然後把它猜成統計 其實以前他是一個章節 那章節其實還蠻大 因為很多東西都可以考 那所以我覺得都還蠻重要的啦 其實他說穿的重點就那幾個 如果考機率問題就吵什麼 材質問題 取求問題 類似之類的 那還有期望值 數B一定考期望值 數B太喜歡考期望值了 那還有呢 就是統計圖表 統計圖表就是你去怎麼判斷圖表 不管是數B跟數A 你必須都要會 那還有最後一個叫線性公式 何為線性公式 平均數 中位數 重數 全距標準差 四分位距 他在碰到資料的伸縮平移之後 他會造成怎麼樣的變化呢 這個東西也就是你在考試前的時候 趕快把這些題目抓出來再看一次 絕對你會有幫助的喔 那我們看這個題目喔 他說四個人玩剪刀石頭布 兩人贏兩人輸的機率為何 來首先我們先來想一下分母的部分 來分母的部分喔 那很多東西都會說 蛤老師四個人玩剪刀石頭布 那就簡單啊 三的四次方 還是四的三次方 你這個問題都搞不懂 你要怎麼跟人家玩機率 對不對 來這個東西有沒有印象 我們在之前在講排列組的時候 都有講過 來重的東西放在下面 比較輕的東西 比較不重的東西 放在上面 重的東西放下面 不重的東西放上面 什麼意思 重複的放下面 不重複的放上面 你看好了喔 四個人玩剪刀石頭布 人可不可以重複出拳 不行 對一個人只能出一種拳 你出兩種拳怎麼玩 所以不重複的部分是人 那一個拳可不可以重複被出 比如說大家都出剪刀 欸有可能 所以重複的是拳 所以各位同學 這個就肯定錯的答案 會是這一個 Yeah 三的四次方 三的四次方 然後開始喔 兩贏兩輸 我要挑兩個人是贏的 兩個人是輸的 怎麼挑 就順順的來嘛 你先從四個人當中 選兩個人 那兩個人要是贏的 對不對 那他們贏怎麼贏 剪刀贏 石頭贏 不贏 換句話說 他們要從三拳當中 挑一拳贏 沒錯嘛 再來 老師他剩下兩個人 他剩下兩個人肯定輸啊 兩個人當中取兩個人出來 來他要怎麼輸 老師我知道兩拳挑一拳 不對喔 不是兩拳挑一拳喔 我問你 如果在螢幕面前的你 我今天出剪刀 我要贏 你要出什麼 幹你怎麼出石頭 不是這樣 我要贏 你應該是不是只能出布 對不對 我出石頭 你就要出剪刀 對我出布 你就要出石頭 換句話說 你的拳 只有一種拳可以挑 只有一種拳可以挑 所以這個叫一拳 挑一拳 OK 這個沒問題 來 所以來 這裡是三的四次方 這個叫81 好 來這裡是乘三 四三十二十二除以二十六 OK 那這個東西就非常好算了 這邊約掉幾個三 兩個三 對不對 這邊約掉兩個三 所以答案 這一題就是九分之二 欸 不曉得你是否答對了 OK 那像這種題目 其實它是蠻直觀的 也不會到太難 那但是機率的部分 你不要太過於緊張 你不要太過於緊張 那重點是題目要多看幾遍 因為考試的時候 有時候題目的敘述 會非常非常長 又像機率統計 這種題目超長的題目 你不要看到題目 它就放棄喔 記得題目越長 條件越多 反而越簡單 懂嗎 按著短短的一行 還沒什麼條件 那個超難解的 這樣懂了嗎 好不好 來 所以如果沒有問題 我們趕快進入到 這下面的章節囉 好 好我們進入到的是 我們這一集 最後一個單元 叫做不等式的部分 好 那不等式呢 大概就是針對在 二元一次不等式的部分 來像數A的話呢 跟數B 它都是在第三側 那數C的話 它會獨立一個章節 那如果你有數C的同學 有做到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章節 交得非常快 對不對 它的著動在 就是二元一次不等式 那如果數B跟數C 多了一個線性規劃 來 聽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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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性規劃 你要瞭解到一件事情 線性規劃 其實它是一個 非常複雜的章節 你們內容敘述可其多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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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做的時候 我是覺得線性規劃 考的可能性 反而會比較低一點 因為你要記得 我們統測在出題目的時候 一個題目大概都 就是大概規劃 大概三分鐘內 可以把它寫完 對 線性規劃題目 你知道它的題目的 整個計算流程 非常非常的長 你三分鐘要寫完 真的是不容易 對不對 所以我個人會覺得 線性規劃 它單考那種敘述題要做出來 你去看以往的考題 它考的比例都比較低一點 但是 它算是很重要一個單元 可以喔 雖然它考的比例稍微低一點 所以你大概基本上練個幾題 我覺得你就去考試 應該就蠻有用的喔 OK 好 來 那我們來針對這兩個部分 來稍微提一個題目 它叫做 當你看到一個連例不等式 嘿嘿 它所謂的區域面積為何 何謂連例不等式 它是四個不等式這樣子 x加y 大於等於 負3 小於等於3 x減2y 大於等於6 小於等於0 我這樣講 x加y會介在3和負3之間 它是兩條平行線 x減2y會介在負6到0之間 它也是兩條平行線 所以它是兩組平行線 所為成區域面積 不用想你知道 最少是平行四邊形 如果它們垂直 反而會變成所謂的長方形 進而有可能是正方形 都有可能 反正不管怎麼樣 它一定是平行四邊形 那這個東西呢 你就不用跟它囉嗦 你就把圖形畫出來就好了 好不好 OK 好來 我們一條一條來畫好 我們一條一條來畫 好 就把它 這個東西就是沒有什麼了 就把它畫出來就好了 好不好 來 所以 看x加y x0.0 y等於負3 很好 我等一下畫下面一點 5x等於0y等於負3 好來 這個叫0負3 OK 那x等於負3 y等於0 x等於負3 y等於負3 負3在這裡 好 負3 0 好來 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一條 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一條 這一條叫做x加y 會等於多少 負3 OK 來 再來就是x加y等於3 等於3 那就是另外兩個啦 就是30跟03 30跟03 這裡是03 來 這裡是30 用這兩條 我們去畫出來一條線 OK 好 那這個叫做x加y 它會等於多少 3 來 再來換這裡 來 那x如果用負6帶 y就是0 負6負6負6 哇 負6要拉過來一點 好 這裡 x負6 0 負6 0 那x用0呢 y等於3 03 哇 那一同一條 同一條 好 這個叫做x-2y 會等於負6 這個叫做x-2y 會等於負6 好我們了解到第一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來下面另外一條 叫做x加2y會等於0 哎呀 不用看 它肯定過00 肯定過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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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來那這裡呢 來我們把它畫一下 這裡 好啊老師這個畫得比較準 所以你會發現它很明顯 它會是一個平行四邊形 就是這一組 你看 其實我也不知道畫到哪裡 就是要畫過才知道 一定是平行四邊形 我們就把它這樣畫起來 好我們就把它這樣畫起來 好那你就可以依序 把它們的坐標解連例把它解出來 好吧 來它有四個點坐標 那我們就四個連例 這個點很明顯就03 這個點呢 這個點這個叫做-41 那這個點呢 這個點叫做-2-1 這個點呢 這個點叫21 好老師你怎麼四個都知道 不是 因為我們的黑板就比較準 老師畫圖這邊比較準 我畫的比較準一點 所以我很明確的 就知道了 這四個點的坐標 來那四個點坐標 我們要求它所為成的區域面積 這個我們可以使用到 攜帶公式 也是所謂的測量員公式 不知道的可以去我的頻道來看 不知道可以去我的頻道來看 OK 來所以所求的這個平行四邊形面積 它會等於來跟著我養成習慣 1倍這兩槓代表絕對值 這兩槓代表行列 這也是口訣 坐標排排站 我不管你學校老師有沒有教過 反正你把這東西學起來 絕對對你會有幫助 好來 這裡從那開始 我從03開始好不好 OK 03開始 我逆時針這樣走一圈 來這裡叫做-41 這裡叫-2-1 這裡叫-21 記得一定要重複第一點 所以03重複第一點 好來 二分之一倍 這兩槓代表絕對值 來看好了 這裡是零 這裡呢 正四 這裡呢 減二 來 23加六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來 來 換這換上去-12 乘重複好 加12 這裡是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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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是加0 好 來 所以它就會等於二分之一倍的來 這兩槓代表絕對值 我們來看一下可以怎麼做 來 你看好了 這裡是4加6是10 對不對 10-28 對不對 12加820 2224 24 所以這題答案就是12 像這種就是要靠畫圖 所以你如果說二元一次不等式不會的話 你真的靠畫圖把它解出來 對你也是蠻有幫助的 OK 好不好 那以上就是我們的第四集的部分 那第五集 那數A數B的同學 你就可以開始去準備了 那數C的同學 馬上期待 我趕快趕快把第五集的東西整理出來 因為第五集呢 數C專考內容會比較多一點點 那所以那一部片長也會比較長喔 那所以那邊我就不再交代了 我現在要開始囉嗦了 如果你要去準備考試 麻煩你幾個東西你肯定得帶準考證要帶 對不對 還有呢 還對 還有身份證一定要帶 當然要帶錢包 因為那天可能會買點飲料買點水之類的 OK 好那你在那當天一定擠的事情 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我一而再再而三跟所有學生強調 你的文具 你的文具 你可能有鉛筆 2B鉛筆 或者是你的黑筆都可以 那你盡量的話 麻煩你多準備一份到兩份 立可帶也是 你就不要不信寫考試當中立可帶 刷刷刷刷到立可帶斷掉 對 當下怎麼辦 在那邊修立可帶嗎 你沒有時間啦 在那邊吐太難 剛剛講考場什麼事情都會發生 多準備一組備而無患 反正你以後 考完的時候你還是會用到 又不是考完的時候 文具就丟了 以後再不拿筆 怎麼可能你還是用那一大學嘛 對不對 還是第一件事情 再來第二件事情 也是蠻重要 當天請你穿比較寬鬆的衣服 有些人會習慣穿學校的運動服 我覺得這蠻好的 有老師會想說 你全班都穿運動服 因為比較寬鬆嘛 有些同學很喜歡穿那個很緊 全身繃緊緊 看起來很帥沒錯 你考試你穿那麼帥你是要幹什麼 老師我去看一下有沒有別的妹子 那考完事再說 你考場就不會理你啊 懂嗎 大家去考場的 你也去幹嘛 配對配種 不是配種 對你去配對的嗎 不是啊 就正常打扮去穿輕鬆 那天可能會很熱 你看最近這幾天比較熱 可能那天會比較熱 再來第三個 多準備幾個口罩 好不好 多準備幾個口罩 當天你可能會用到很多口罩 緊張的時候斷掉 趕快再帶一個上去 OK 然後多喝開水 盡量不要喝甜的飲料 盡量不要喝甜的飲料 當天盡量不要喝太多甜的飲料 好然後記得記得記得 中午那一餐跟早餐那一餐 盡量不要吃油炸 盡量不要吃油炸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這個習慣 就是我吃油炸吃一吃很好睡 為什麼宵夜吃鹹酥雞很好睡 你沒有想過這問題嗎 你自己上網去Google 好不好 不要說我自己在那邊瞎扯 對不對 你在去吃那些油脂性非常高的時候 對不對 你的胃會一直不斷的在消化 在消化的過程當中 你的那個血液會全部集中在胃裡面 你開始就血液比較少 你就很想睡覺 這個很正常 這運動生理學都有教過這東西 好不好 所以麻煩你 好補充點碳水化合物 就去考試 補充點碳水化合物 早上也不用特別吃啊 我要吃什麼 沒有早上就正常吃 都補充點碳水化合物 就趕快去考試 中餐也是 好晚餐後 就是烤完之後晚餐 你想吃什麼炸雞啊 都烤都什麼披薩 隨便你大吃大喝 吃火鍋都沒關係 早餐從午 這樣吃清淡正常 好多補充碳水化合物 好都對你會很有幫助喔 OK適當的話 你也可以喝些提神飲料 也是很OK的嘛 好不好 那所以以上就是我們的 第四集的部分 好那希望各位同學 在面對考試的時候 都可以考出非常好的成績 好那這樣的話 你在不管是你要申請入學啊 或是你要推真啊 都很有幫助喔 OK 我是李翔 希望你們還是可以一直關注我啦 好不好那不然的話 推薦你的學弟妹 繼續在這頻道裡面待著 OK 我們會有更棒的影片 再給各位喔 如果沒問題的話 拜拜